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超級豪宅 這個豪宅就位於SOHO的市中心 在地鐵站上蓋 三房三次亦有一個書房 這個單位由780萬英鎊起 2100呎那麼大 可以看到我身後的客廳非常大 我們過來這邊先看廚房 廚房其實它就收了這個角落位 很棒 這裡的用料全部都是非常高級的 我們看看它的雪櫃 全部都是像廚師雪櫃一樣 這個是冰隔離 不是雪櫃 隔離其實後面還有一個位置 是這個洗手盆 洗衣房 雪櫃和這個冰隔是分開的 亦都配備了這個Garganau的肥波爐 焗爐 過來這邊看 很棒 這邊的景觀 廚房這個洗手盆分開了兩邊 之後基本配備的酒櫃和焗爐都在這裡 也有七雷煙機在牆上 廚房你可以一邊煮飯 一邊看著外面這麼漂亮的城市景觀 雖然現在開始入夜 但你可以看到燈慢慢開始開了 好 接著我們就去客廳這邊 客廳這邊非常之大 放到兩張大沙發 最主要是這個景觀 這個景觀 看到這個City of London Saint Pauls 和這個British Museum等等 另外這邊呢 旁邊就有一個書房 書房這裡都很漂亮 每一個房間都有很漂亮的景色 這個書房也很大廈 有一個Armchair 後面有一排書櫃 好 可以再看一次 客廳從這個角度看過去 有幾闊落 連餐桌都可以坐到12個人 我們現在就走回走廊位 走廊位 這裡就是入門口的大門位置 其實都是有些基本的客廁 這些 全部裝修得很漂亮 門口旁邊有一個衣櫃位置 每一個單位是佔了這個大樓的半層 過來這裡就是兩個小的房間 先看這個很漂亮的景觀 一進來看後面 兩邊不同的飛城都有 這邊就是朝西邊 看過去你可以看到整條Ostford Street 亦都可以望到很遠 可以看到Selfridges 全部有位置放到King Size大廚 還有不用擔心衣櫃問題 因為本身衣櫃每間房都做了給你 然後下次每一個都是套房 有棋缸有肉缸 然後我們再去看第二個房間 第二個房間就是這裡 一樣 好像剛剛說的 每個房間都是有衣櫃的 這裡一樣看著牛津街的位置 還有可以看到這個BT Tower 一排的大衣櫃 這裡全部都是入場衣櫃 所以每個房間都不用另一方的衣櫃 這個就是做了肉缸 全部都是很漂亮的房間 可以看到你 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 這個Touchscreen可以調整不同的設定 Depend上你的心情 你可以調整不同的 燈光暗度 好 接著就是看這個Master Master這邊 分開了另外一個位置 很漂亮的這個Master room 一走進來 就是一排大衣櫃 圍繞住整個房間 到這裡 看過去 至少有差不多十組衣櫃 Ting size大床 還有這裡 它連床前面都有位置 可以放多一個Touches 很漂亮 又是潮西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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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